乌克兰局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昨天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射了100多枚导弹 同时派出大批无人机进行轰炸 轰炸强度超过了俄罗斯10月11号首次轰炸的规模 而在俄罗斯如此玩命的打击之下 乌克兰国内的能源和电力双双崩盘 遭遇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 而克里米亚的负责人对外宣称 俄罗斯在接下来的行动当中 有可能会再拿下包括奥德萨在内的乌克兰七个州 俄罗斯就是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 再逼乌克兰总统则连斯基就范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提到 面对乌克兰的局势逆转 美国从幕后跳到了前台 派出101王牌空降师在乌克兰边境 虎视眈眈集结待命 拜登已经发出声明 绝不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 面对乌克兰进来的不利局面 看来拜登是真的急眼了 已经公开对俄罗斯叫板 连绝不接受俄罗斯的胜利这话都出来了 这也充分坐实了 美国就是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实际一方 俄罗斯连日来的打击也把美国给打急眼了 除了101空降师已经进入乌克兰作战之外 在乌克兰战场上外国雇佣兵的数量已经急剧增加 这些装备精良的外国雇佣兵 在赫尔松以及哈尔克夫方向大量冲斥 对俄罗斯形成极大的冲击 这让外界怀疑北约国家事实上派兵参战 只不过利用雇佣兵的身份作为掩护罢了 而俄罗斯也对美国的玩火提出了强烈警告 如果美国以及北约部队公然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将会有灾难性结果 由于美俄双方的互不相让 乌克兰局势开始变得急剧恶化起来 再加上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在和时间赛跑的拜登 可以周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让外界对美俄在乌克兰彻底摊牌 甚至擦枪走火的担忧进一步增加 至此美俄双方在乌克兰都接近摊牌了 俄罗斯利用克利米亚大桥贝席事件为契机 对乌克兰全境展开了地毯式狂风暴雨般的打击行动 为俄罗斯赢得了先机 同时放出话称俄罗斯有可能将会再次夺取 乌克兰七个州的烟雾弹 逼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吞下乌东四周的苦果 而美国也不甘示弱 则放出空降师已经抵达乌克兰边境信息的同时 乌克兰大军也开始集结 准备血战赫尔松 也放出了乌克兰 有可能会在俄乌战争当中使用脏弹 以及袭击水电站的消息 提醒俄罗斯不要把乌克兰逼急了 应该立即停止对基辅 以及西部城市的导弹袭击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 美俄两国防长两次密集通话 也都表明双方都感觉到了局势的危险 双方有坐下来谈的强烈意愿 但是很显然 由于双方都接受不了各自的要价 谈判只能是不欢而散 在美俄双方在乌克兰较力的同时 一场在乌克兰战场之外的较量也在紧张进行 就在今天 以色列突然出动战机 轰炸了伊朗在叙利亚的无人机基地 同时美国宣布 因为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为理由 对伊朗发起另一轮的制裁行动 没错 美国开始对俄罗斯的盟友伊朗下黑手了 而顶着美国的制裁 伊朗再次宣布将向俄罗斯提供40台涡轮机 同时又有大批无人机运抵俄罗斯 这场乌克兰战争成了一块最好的试金石 不惧美国制裁的伊朗 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两类插道的铁血盟友 所以俄罗斯又和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打起了官司 起因是10月21日 欧洲三巨头鹰法德挑头 要求联合国向乌克兰派遣专家 调查伊朗是否在未经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 向俄罗斯提供攻击无人机 为啥要联合国出面呢 因为根据2015年一和六方会谈达成的决议 伊朗的武器出口是要受到联合国限制的 在没有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 有些类型的武器是不允许出口的 所以英法德的意思就是 伊朗向俄罗斯出口无人机 它违规了 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 其一 根据2015年的一和协议 伊朗的武器出口禁令是有日期限制的 协议签订五年后 也就是到2020年 伊朗可以买卖常规武器 协议签订八年后 也就是到2023年 自动解除对伊朗导弹等远程武器的禁令 所以哪怕伊朗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你用这条规矩也约束不到它 但偏偏美国有不同看法 无人机这东西并不属于常规武器 它不是能远程飞行吗 那就适用于对导弹零部件的禁令 还没过2023年解封期 你伊朗凭啥拿出来卖 其二 退一步说即便把无人机按导弹来算 但别忘了2015年的伊核协议 在2018年就被特朗普给撕了 美国退出后 欧洲也停止履行对伊承诺了 所以在西方单方面违约下 这个决议早就自动废止了 现在你还有脸拿出来说是 对伊制裁机制的基础 本来就不是联合国决议 而是中美俄欧几个大国六方会谈达成的核协议 目前核协议还没恢复 谈制裁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讲道理 联合国这会是没有立场 来调查 伊朗有没有违反一份早就被撕毁的协议的 但在22日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突然很高调的表态 说联合国秘书处既没有权力 也没有能力发起类似调查 如果最终为了取悦西方启动虚假调查 那俄罗斯会重新考虑和秘书处的合作关系 这个表态可以说非常强硬 甚至已经是暗含警告了 说明联合国秘书处这个机构 还真可能会响应西方的要求来搞这种调查 那俄罗斯当然不乐意了 在作战无人机技术方面 俄罗斯相对比较落后 尽管俄军也有不少军用侦察无人机 但非常缺乏能够深入打击敌方领土 搞精准打击的攻击型无人机 尤其是在乌克兰 装备了海马斯这样的火炮系统后 俄军一直很被动地站着挨打 急需远程攻击无人机飞到乌军阵地 去把这些武器系统给打掉 但是鉴于西方对俄罗斯的高科技制裁 俄罗斯现在要大力推动无人机产业 显然是不现实的 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采购成熟的无人机 不过俄罗斯的选择也并不多 以前倒是找以色列采购过无人机 但现在以色列肯定不会卖了 土耳其的棋手无人机在乌克兰打出招牌来了 肯定也不可能同时卖给对战的俄罗斯 中国这会也不可能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系统 那么俄罗斯能求助的国家就只有伊朗了 其实伊朗无人机实力还是不错的 伊朗搞无人机的历史 可以上诉道上世纪的两一战争 哪怕这些年面临着美国的制裁 无人机产业依然是发展迅猛 到目前已经可以生产59款无人机 从轻型战术侦查无人机 到重型针打一体无人机 从装载制导航空炸弹 短程导弹到巡航导弹 各种类型应有尽有 当然倒不是说伊朗闭门造车成功了 相反 伊朗算是和全球顶尖无人机大国都有合作 比如伊朗曾经缴获过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 然后通过逆向工程 吸收了西方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 比如中国曾被美国指责 向伊朗输送过无人机技术 其结果就是 伊朗的无人机产业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按照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的说法 他们装配的无人机 最远已经能够打击7000公里外的目标了 而且伊朗无人机用料朴实 像见证者这样的产品 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在民用市场就可以买到 造价低廉 据说成绩每价在2万美元之间 想想俄罗斯用巡航导弹打乌克兰目标 一枚就得几百上千万美元 这换算下来得买多少无人机 更关键的是伊朗无人机产业成熟 产能有保障 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瓶颈 不就是军工产能跟不上 战斗力量得不到有效补充吗 如果有几千架可以深入打击的无人机 这个仗是不是就得换个打法了 所以你说俄罗斯眼不眼馋 于是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发起的报复行动中 俄罗斯前期的导弹打击过后 现在大批无人机开始上场了 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 俄罗斯从伊朗进口了2400架见证者无人机 还有媒体称2400架是第二批次 此前俄军还引进过300架 加起来一共就是2700架 哪怕每天飞出去100架 也能连续袭击一个月 这得省多少导弹 所以随着俄军数千架无人机投入使用 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俄乌战斗进程的 现在大家知道西方为啥这么着急了吧 这得省多少 感谢观看